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以后到下个礼拜都 明天变冷 下个礼拜有寒流 这是目前一直的气象的现状 所以你要出去游玩后透透气的话 要把握 其实我们在看很多新闻的话 在台湾有很多事情 就像我常感慨的说天有不测风云 昨天一个朋友传来一个信息说 香港有名的一个演员叫石天 他已经过世了 10月31号过世 那没有看到什么媒体在报道 石天就是创造新一城 这家店的 那他是一个老演员 过去都演一些邪心 那他有非常多的创意 在华人的影机圈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 石头的石天上的天 那我讲这个 我就有时候都会不深感慨 因为最近有非常多的人 购事嘛 汤耀营 陈泽芳 然后 还有我们的大使 他 大家对他都非常的怀念 那 其实你可以看到 欧宏彦大使是 非常多的朋友都写文章 说这个人真是 那我也认识他 他的皆是一个温文如雅的人 他们这些人都81岁过世 我有时候都觉得很 我就跟唐湘龙提起 他都说那你觉得 你的结论是什么 我都没有结论 这有什么结论 人都会死 只是刚好都死81 那你就会觉得说 怎么怎么巧 就是巧合 但很多东西不是巧合的 很多东西是你自己造成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四大公投案 四大公投案 民进党现在遭受非常大的压力 他讲说怎么会这样 自己造成的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怎么去痛批这一些 怎么讲藻礁要永存 怎么样讲莱猪绝对不准吃 吃了总统就要下台 然后现在开始讲 莱猪是多么的好 我们要吃了莱猪 我们就可以进入国际社会 所以我们台湾要缺电 我们一定要盖三阶 三阶就会从桃园这里 藻礁这里 要不要永存 各位朋友 这都是鬼话 一个人讲很多话 他都会被检验 对不对 台湾不缺电是民进党讲的 台湾连核四都不用盖 台电厂的店有1.7座合适 你就把这店找出来就好 你再也就这样讲 你开记者会 大家都可以去看 现在Google 雅虎都有 你去搜寻 所以你讲这东西 都是可笑的 三阶四阶都不用盖 四阶要盖在 盖在哪里 盖在基隆 协和电厂 现在烧煤 要改成烧电燃器 烧天然气 就要拉天然气的管 就要把海外买的天然气 停在基隆港这里 那基隆港这里很挤 没有地了 怎么办 我们就把那海洋 把它填砂 填土 然后破坏它的生态 盖16.8公顷 简单讲就是这样 然后这里要放一个 天然气接收站 然后把 蓝煤的协和电厂 改成蓝气的 协和电厂 你接不接说 会不会破坏生态 管它 对不对 它告诉你 会没电 你不是讲电很多吗 今天碰到的情况都一样 各位朋友 现在台湾 你在台湾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有小董节目可以听 我真的讲 因为我把很多东西都挤出来 我挤的东西又百分之百是真 所以你现在怎么办 对啊 小董讲的都是真 那过去呢 过去那些人讲的什么话 你原原本本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手机 有电脑 有平板电脑 你Google也要搜寻 小董讲的果然百分之百是真 小董果然不讲假话 不讲假话 那油管就可以把你切断了 什么叫油管 YouTube YouTube Tube就是管 这个讲起来很有意思 我过去 我在读金门高中时候 我就被叫去吹一种A7 叫做Tuber 低音 低音号 那我负责两种A7 一个就是盘在这里 然后在你头顶上 再放两公尺那么高的那个 超大的喇叭 那个喇叭平常比较少用 我们有时候要出去 就用这个 所以你眼眼一看 哇金雷队来 你第一个先看到什么 看到站在最后 最后的那个 那两个大喇叭 我背着其中一个 然后人家也很看 哇金雷队 哇 当然前面有指挥有什么 可是你看到了永远是 这两个喇叭非常大 我是吹这个 那平常呢 平常一些烟的 我就吹一个 就叫Tuber 那跟Tuber就很像了 这个发音就很像了 它就是一个油管 但油管现在把我断了 大家就想 小董你被断 你一定怎么样 我不做其他财政 其实我 我心知肚明啦 为什么 我们台湾一句话 你要做流氓 你就不怕洪台嘛 你要做流氓 会被人家砍 那是应该的 小董当然不是流氓啊 但是 我讲就是说 你做很多事情 你要想 会有什么下场 会有什么祸果 你都要想到嘛 对不对 你不能 事情到临头才说 哎呀 这是我同事的小孩 跟他 前男朋友生的 你要做这个事情 你要自己先知道嘛 对不对 你不能事情出了说 哎 我跟他是黄东 跟黄柯的关系 这个讲不过气嘛 我讲哦 有很多事情 你是应该知道的 好 那 小董哦 有时候讲 这个东西很感慨啊 昨天上午 柯文哲到台北市议会 去做专烂报告 一人就问他 问他 你那时候不是讲 你八年要盖 五万户的公宅 你现在做不到啦 你自己承认啊 你只能盖 一万八千户左右啊 柯文哲说 你当初 为什么会做这种判断 2014年 你选台北市长 你打包票 柯文哲说 因为张景深告诉我 张景深那时候 是柯文哲的创意总监啊 竞选创意总监啊 那张景深告诉我 我就相信他 柯文哲讲出来的时候 小董就不相信 我在节目上 在很多节目 我说这不可能 这胡说八道 结果柯文哲阵呛我 张景深呛我 因为我说 你连土地都没有 他们说 他们已经有 19块土地 请我去Google 然后搜寻 我说你们做不到 就做不到 你们市政 没有人会比我熟啊 前台湾没有一个人 台北市的市政府 会比我熟 为什么 因为我跑太久了 我在跑的时候 市长是洗水的 有一块地 不是表示就可以 就可以盖公宅啊 我们台湾很多地 空的 你说这空的哪来盖 各位你有沒有经过 火车站 火车站 旁边有很多政府机构 一个叫行政院 一个叫立法院 一个叫监察院 三个都在中山栏路 这样一排 跟中校东路交会口 对面有一个地 叫台北市议会 台北市议会 拆多少年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看了台北市议会 在台北市政府对面 那是民国79年 9月9号帮过去的 那原来的就业会 拆掉拆多久了 有没有在同盖 有啊 有一块地在那里啊 为什么盖都不盖 这个精华区啊 你进入台北市 你就看到了 对不对 火车站前面不得了 为什么 为什么放了二十几年 因为一块地你要 你要再把它拿来 做重新用途 你讲为什么不盖公宅都好 你要变更地木啊 你懂不懂 大的你还要做 环境影响评估啊 你懂不懂 你不晓得有这些程序哦 你以为 像你自己家的土地 你要盖什么就盖什么 有钱就可以盖 不是啊 我讲这个啊 柯文哲突然被修理了 是张景森告诉我的 那张景森呢 张景森昨天就呛柯文哲啊 因为他听到医会的执行 他呛柯文哲 他说柯文哲第二任 第二任没有好好在盖 他的公宅 那时候公宅真的是 他告诉柯文哲的没有错 柯文哲第二任根本没有好好盖公宅 怎么盖来得及 张景森这种人不值得批评 因为我跟他也很熟 我觉得很多人你就不值得批评 懒得讲这种人啊 为什么又太看穿他了 那他讲什么 他说柯文哲啊 现在就应该辞职去选凶总统 现在柯文哲如果辞职的话 行政院就可以派人来 代理台北市长 张景森说我可以找 林周平来带你 林周平是柯文哲原来的都发局长 我们就可以做得到五万户 因为他讲 张景森这个人厉害 就是他讲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 然后不可能再来说 所以就是怎么样 小董讲的东西哦 我讲的东西都是对的 最后证实我都对 甚至全世界都臭 只有我对 好几次这样的例子 对不对 譬如说日本的311 全世界都臭 只有我对 那要怎么证实 要等那个时间到 好 那他讲林周平可以带 林青龙可以带 林青龙现在在高雄 当陈其迈的副市长 这个 他也是 我也很瞧不起他 他们每天在卡眼熊 林青龙跟眼熊老板共喝红酒这样 你到民间去 你就去跟人家喝红酒 然后你当了官就要来卡人家 讲不过去 我老实讲 那林周平呢 林周平跟我也是认识非常久 林周平 在柯文哲现在已经当六年半 对不对 前面四年是林周平 那时候 张景森告诉柯文哲是什么 我告诉各位 说给柯文哲当四年 可以盖两万户 给柯文哲当八年 两任 可以盖五万户 前面四年 都发局长 就是林周平 请问你前面四年 有没有盖两万户 你们都做不到嘛 你前面四年 你就没做到啦 前面四年 就是林周平啊 所以为什么 这些人我通通看不起 为什么 因为你们都在讲空话 就好像我很早就在骂 什么基隆轻轨 那骗人了 现在当然承认了 现在柯文哲也天天呛他 各位 你如果听我节目这么久 你就知道我呛多久 我到电视也呛 高嘉义跟我 高嘉义坐我旁边 高嘉义说 诶董哥那个已经改了 改做什么捷印 那就是骗人 对不对 骗人做不到 就骗一个更大的 你先借我五万 我下个礼拜一还你 然后下个礼拜一还不来 说老张我告诉你 我哪去做投资 你在借我十万 我这个投资可以还你三十万 什么时候还 下个礼拜一 又下个礼拜一 到下个礼拜一说 没有没有 我现在刚好紧急关头 你在借我二十万盯上底 我下下礼拜一 就还你一百万 各位这越骗越大 民进党就是这样的党 柯文哲也是 柯文哲没有民进党那么会骗 那柯文哲说 因为过去是张景森告诉我 我告诉你做不到就做不到 杭嘉在这里 我是小董 我是台北市 跑台北市最厉害的记者 我敢讲 你如果有亲戚朋友 在跑台北市 你请他去打听一下 我是跑台北市最厉害的记者 撩如指掌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认真 我们所有东西都去看 不懂了 我们就去问专家 专家问一个还不够 因为有些专家会骗你 再问第二个 我就是这样干了 我很多专家我也不信任 他跟你讲的活龄 我心里有很多疑问 我会再继续去问 很多东西你重叠交叉以后 你就知道真相了 所以很多教授常被我骂 在讲那什么鬼东西 那东西不可能做到嘛 为什么大家讲漂亮 好听的话太容易了 真的要做到做不到 我们要讲的东西 要实实在在是做得到的 今天很多民众 因为你们都喜欢听谎话 民众喜欢听谎话 听了哇 这个理想好好听 哇好赞哦 对不对 一样啊 过去说要去宜兰 要都方便 要北宜直铁 直铁要怎么盖 直铁柯文哲说 那就直线就过去啊 过去就经过 汇吊水库管理区啊 那边能施工吗 不能 那现在北宜直铁不盖了 现在变北宜高铁了 高铁机器片嘛 没有直铁有高铁嘛 就机器片嘛 那他们是为了什么 为了炒地皮啊 对不对 大家都很清楚啊 现在都没有结论啊 各位现在没结论啊 你们听到 现在到底站要设站 哪里都不知道 要盖什么铁啊 你没有站 你要盖什么铁啊 好好笑哦 一路片嘛 现在在机器片说 没有 我们现在不只要这样 要盖到宜兰 我们要盖前省绕一千啊 高铁要绕前省一千 你知道吗 等于说宜兰盖完以后 要盖到花莲 花莲再盖到台东 台东 台东再绕到 屏东高雄啊 各位 现在是要这样盖 你们听懂 他们现在开出这样的计划 后来有人说 你交通部长 你讲这个 你胡扯嘛 苏生昌挺他 苏生昌说要 要有梦想啊 各位 我老实讲 民进党就一路骗 反正听他的人就一路被他骗嘛 那台湾人多数都没有尝试 我讲 你要有尝试的话 你听小董节目就有尝试了 我讲的东西百分之百是真 我从来不讲假新闻 那我用这么多的真新闻去堆砌 告诉你说真相其实将来会变成怎么样 我讲的东西是对的 很多人不相信啊 到最后 等我 确实是我讲对的 也没有人会给我掌声啊 因为很多人就挑出来说 你看你看就是这样 当初那些跟我唱完调 现在都开始在收割啊 各位 但我也不在乎 因为我又不嫌疾 我就是自己讲得爽就好啊 我也希望我的朋友 我的听众朋友 或者 现在如果你已经被 YouTube有被断了 实在很对不起 绝对是我个人的因素啦 我其实心里有数 那 你就要 从电脑里面去听 我们酒吧新闻台的广播 或者从 脸书里面去看 我们的官方文思网 文思网 那 目前为止只能这样 我自己也非常清楚 但是各位朋友 我们 不管他 为什么 因为你管他没有用 有些事情管他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就 我们现在有的管道 我们尽量去讲我们的话 跟台湾的问题在哪里 台湾问题当然在民进党 你现在所讲的问题 就好像我昨天讲 世界贸易组织 我们的代表 中国大陆不给我们水果进去 我说 你笑话 你还有脸在讲这个话 对不对 现实问题啊 马航九时代 为什么水果都没有这些问题 为什么你民进党执政就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民党执政 中国大陆的飞机在那边飞来飞去 为什么 马航九时代为什么不会有 你就拿来做比较啊 对啊 为什么别人 没有的问题通通在你身上发现 那表示是你的问题啊 台湾最大的国安危机 就是民进党执政 就是蔡英文当总统 你们就是最大的国安危机 不然现在为什么兵凶站围 为什么说 哇 我们要有求生手册 三月就要发行了 好好笑 求生手册来问我 我最懂啊 可求生手册没有用啊 因为你们根本不 不相信嘛 对不对 没有人会相信嘛 我怎么求生呢 大家在乎了 谁管你求生不求生 在乎了只要 只要我的手机不断信就好了啊 年轻朋友不是在乎这个吗 手机不断信就好了啊 好 那你现在也知道了 你如果被交召十四天 十四天 十四天 对你最不能接受就是 因为不能带手机啊 不能带智慧型手机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金钟 规定你的手机 不能有照相功能 因为你会拍一些东西 到脸上去发布 脸书去发布 而且你们 这些人很恶劣 很可恶是怎么样 我拍了一堆东西 然后我退伍以后 我开始去发布 哇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勾计金钟啊 怎么样怎么样 哇 然后很多人就来 哇 按赞啊 哇 然后你的 你的流量就多很多啊 那那金方单位 气得要死 原来被你这个叫 偷偷拍的 这个偷偷拍的 里面很多是跟机密有关的 谁管你啊 我只要流量 我哪管你 什么国家安全 现在谁不是这样啊 所以 我们现在 当兵当四个月 老实讲 连枪都不会 林辉环哪过枪吗 陈维廷哪过枪吗 林长总哪过枪吗 那每天都要跟人家打仗 连枪都没拿过 反而我们这些老 哪过枪 我们会拆解枪枝 而且小董 我的步枪是百花百中 我步枪百花百中 我从来没有一枪 没有不中的 从来没有够 当然我开始打的时候 是不中 一年以后 我就百花百中 那他讲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 我当然没有说 什么了不起 至少我会打枪啊 那你们那些不会的人 每天要跟人家拼死拼后 拼到人家已经 仇家都上门了 说你们那些老头子 帮我们挡一下吧 后是你闯的 各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 就是这样 台湾危不危险 以我来讲 我觉得不危险 因为我在战地长大 我小时候 那种很危险的情况 我都不觉得危险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算什么呢 我小时候 今天早上唐香龙 找我去上他的龙行天下 他说 诶 说台湾已经变金门化了 不是金门化 金门化 化谁的化 小总讲新闻 台湾已经变金门化 我这插眼了 他说可是已经 有点那战地正路的样子 我说没有错 民党要塑造这样 对他选举有利 我说你知道我小时候 晚上在睡觉 大概三四点 就我们的那个防空 空军的防炮单位 我们家附近都有 各村庄旁边都有 到处是 金门又到处是 那个防炮单位就占了 我家一块地 上面就盖了水泥 盖了银房 然后盖了地下室 然后上面放一门炮 大概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就 就驻扎在这里 也没跟你商量 也没跟你 也没付出金 但是我们知道战争嘛 没关系 然后就大家也知道 小董小董也有很多快递 但我的地下都是 花在国家公园里面 这祖先留下来的 那我们晚上的经验是怎么样 晚上三四点睡觉 就黄炮的 一个礼拜大概 平均大概两次左右 就半夜 然后你就醒了 听了 醒了 又打了 然后等一下换另外一个村庄的 然后角落 声音就比较小 我们村庄 我们听了就比较清楚 为什么 因为敌机来袭嘛 他来上空 我们就要打他后的把他欺赶嘛 就这样 从小时候 这很多年我都有这个印象 那唐小董说 那你怎么睡觉呢 我说 听完以后就继续睡 还有人怎么样 习惯了 战争 战争 挑起战争的人比较可怕 各位朋友 那就是民进党 欢迎小董真心 哇 各位知道 现在台湾最热闹的事情 就是四大公投安 当然还有一个事情 也很离奇 就是彰化一个凶杀案 有个先生 包养了一个酒家女 被酒家女 找人把她干掉了 然后把钱拿走了 那这个张先生 他跟这个酒家女 的故事 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讲 他被杀了以后 被开场坡肚 肚子都装了一堆石头 为什么 身上也绑了很多砖块 要把它沉到东螺西 彰化了东螺西 沉到下面没有人看到 把你干掉 钱拿走 每个十万块 包养酒家女 现在的包养 原来是有行情的 有人是六万块 有人是十万块 不过六万块不是酒家女 那是一个 富士 对不对 大家都记得嘛 所以 六万或十万 可能也是行情 我是不太清楚 但是 这个故事 为什么会很多人谈 又太凶残了 而且全家参与 那我们看 在台湾这种 街头相遇里面 很多的事情 很多事情 大家觉得很残忍 但是觉得 和自己不会有关系 那什么会和自己有关系 吃猪肉就会有关系 对不对 今天上午 朱立伦到 迎铃的市场 那些卖肉的都很气 民进行政府 要让那个小弟 小弟 其实小弟 小弟 我们如果有欢迎 过一较 风的猪 就是已经发狂 的猪 那其实 这个是 台湾话里面 有些猪 会发狂 那个猪 发狂 起来很凶 那个是得病 那小弟 我们就简称 叫做 莱克多巴胺的猪 朱立伦 到 引领 那些贪汪 很多人就觉得说 一定会出来投票 反对民进党 所以你反对他 这四张票 要通通盖 同意 不要被民进党的 话术给骗了 他会说 你不同意 莱族 所以你要盖 不同意 那就被民进党骗了 其实你是要该同意的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 一个民间的力量 这个力量来自哪里 来自民进党 因为他过去讲太多的话 现在就要被检验了 那检验以后 你会发现 哇 对啊 原来台湾有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都被民进党骗了 没有错 政客的骗数是很厉害的 那民进党已经 前天已经推出林静怡了 林静怡要选中二选期 就是这个选期 当然大家知道 袁清彪跟袁宽恒 父子当了很多年 那陈博会被罢免以后 就要有人来重选 林静怡是个医生 在台中当医生 他是上一届民进党的 不分期议委 那当然大家也发现了 原来联络报独家 他当了一个单位 叫做 预防接种受害救济 审议小组 你是里面的委员 结果七年 七年 开七次会 你两次不到 今年开九次会 你八次不到 七年五次不到 七年七次会 五次不到 今年九次会 八次不到 那你这小组 你当人家委员 怎么可以这样呢 昨天陈时中就被问 那林静怡就解释 说没有 我是因为国民党 一直骂我 富航高端 我就干脆不去开这个会 其实这是假的 因为我们在讨论 高端的富航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七八月才开始 现在才十一月 今年年初有谁在 前半年有谁在讨论高端 你都不理他 高端一路在讲东西都不对 高端现在二期还没有过 各位朋友 我们人体实验 现在国际上都是做三期 那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很紧急 已经要做完四期 高端现在二期没有过 他那时候告诉我们什么 二期我们十月底会出来 各位朋友 你今天是几号 今天是十一月五号 今天是十一月五号 很多人讲话你要去检验 小董就 我会去检验啊 因为很多人讲话 你就听了就过了 过了以后最后没有 没有就算了 没有就算 那就叫赵哥 赵哥和瑞瑞 对不对 这种人讲话 你就不要信了 陈明文 10月5号 如果高铁宇兰站 一个月之内没有决定设站的地点 交通部长给我下台 陈明文是县市立法院最大咖 他比游锡坤大咖 对不对 他是英系掌门人 各位朋友 那今天就十一月五号了 小董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 我也是突然想起 但是我会把 你要求的那个日子 陈明文十月五号 在咆哮的时候 我会记得说 好 那我就等你十一月五号 所以我心中就有一个 十一月五号的 现在就突然想到 那我说 交通部长没下台 那陈明文你下台 不然你在空口说什么白话 对不对 你说高铁宜兰站 一个月之内没有 确定他的设站地点 开始四城站还是宜兰市站 如果没有确定的话 交通部长要下台 没有啊 他没下台 那没下台你陈明文下台 我讲这东西是不是简单 陈明文为什么那么火大 陈明文听到人家 讲高铁两个字 就气得抓狂 你说陈明文跟高铁 两个字 为什么会气得抓狂 因为他有一次 带你三百万现金 遗漏在高铁 有很多人质疑他 各位 你要看 很多人是 很多人你用两个字 就可以触犯他的 敏感神经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要讲蔡英文 蔡英文平常看你笑咪咪 你只要跟他讲说 论文 只要讲论文这两个字 蔡英文脸色马上会拉下来 我不骗你 因为那就叫痛处 你踩到痛脚 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看到这些 来讲的话 那 林静怡 这个事情就更离谱了 今年开九次会 他只倒过一次 他说你们 又被人家质疑 他说因为你们都说我 我在富航高端 我就不参加 今年六月之前没有人 没有人在讲什么高端不高端 要富航不富航 对不对 而且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叫什么名称呢 预防接种 受害救济审议小组 那时候的 那时候高端根本还没出来 哪有什么预防接种呢 那时候哪有人在接种高端呢 高端接种也不够 也不够九月八月 八月二十三号第一季嘛 对不对 八月二十三 蔡英文去打 我说哇 蔡英文把它当做八二三抛战 我在节目上讲 所以高端的第一季 打是八月二十三打 那 哪有什么高端 富航不富航 因为疫苗接种受害 你一定要打了才会受害嘛 所以根本和高端没有关系 那林静怡为什么 情愿这样去收房 因为他推脱啊 他现在代表民进党选级啊 国民党的 黄子哲啊 副主任 文团会副主任 因为黄子哲常跟我一起上电视 他说他去查了一下 黄子哲是很认真的朋友 黄子哲非常认真 因为国民党鬼婚的人特别多 那认真的人 我也会都看在眼里 我不是国民党党员 他就去找 他把你没有气的那几天 那九次 去比对林静怡在干嘛 因为他判断林静怡 一定有不能不 一定有不气的理由嘛 原来 这九次有六次 他八 他不是八次没气吗 开 他只有七次 八次没气 他把他算了一下 他有六次刚好在上 民事跟三立的节目 可不可以 这个就认真了 对不对 像黄子哲这个就很认真了 在国民党里面认真的他 还有罗志强 罗志强那种死缠烂打的 方式是过去民进党在野时候才会有的 你想想一个人 你要夜宿49天 那是很困难的 我老实讲 我昨天碰到游淑慧 游淑慧说他要去夜宿 可是他昨天腰刚好特别痛 不是腰啊 那个背 他的背特别痛 因为他有个怎么样 毛病发作 我说那你跟他讲 不要提他 不行 我们讲了就要去 那他们昨天好几个人去 潘怀中 谁啊 就去 那去当然就要挺罗志强 那你要49天 其实嘴巴讲很容易 其实是很困难的 对不对 那是很难的 那真的去做 你当天当中会碰到下雨 会碰到寒流 譬如说下个礼拜 你就要碰到寒流了 那就晚上特别冷 而且那地方不好睡啊 所以我说 国民党里面有几个是不错的 平常先讲 那林静怡 林静怡现在蔡英文 要替他有壮胆 有声势 这个声势 会不会做起来 会 而且我对他 能够当选 我还蛮乐观的 然后小董 你神经病 你乐观什么 他是利盈的 我讲新闻要救世论事 我平常心想 我是救世论事 我很不愿意他当选 我罢贬陈柏惟 我有出了一些利益 因为我下去嘛 对不对 我到蔡市长去 叫大家罢贬陈柏惟嘛 那我们把陈柏惟罢贬掉 并不是要林静怡这种人上来啊 其实林静怡这种 陈柏惟被罢贬谁最高兴 民进党啊 你们不知道 林昌走被罢贬 民进党最高兴啊 林昌走如果没有罢贬成 这边永远是林昌走在当立委啊 林昌走也不可能到部会去当首长嘛 对不对 那他就一直当立委 民进党的人就 这个地方是民进党过去在经营的 立委永远你在当 如果国民党把他罢贬掉 民进党最高兴 因为民进党就派人来选了 而且很有机会险上 那陈柏惟被罢贬了 民进党最高兴啊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的人就可以来这里选 而且当选的机会很大 很多人在讲 哎呀这个DC 袁清彪不是乔董你的朋友吗 袁观人跟你也不错啊 那是一回事啊 我这我在讲了 我讲新闻我要讲真实的东西啊 我当然知道里面有很多感情沉沦在 我碰到感情我会讲 可是胜户我不能说 因为他是我好朋友 他一定会当选 我不会这样讲啊 各位我们讲新闻 你要有理性在里面 要不然你自己的生意就赔进去了 对不对 人家对你有信心 结果讲了 你最后讲出来东西是错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场险战很难打 非常难打 你看袁观人跟袁清彪要互质 他们现在就陷在 他们现在没宣布啊 一定在思考嘛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你在台湾险举 或者政治这条路 有很多风险啊 你没有办法一直长期直路 很平顺的 一样 就像我在当评论 我也没有办法很平顺啊 那些王叉叉要把你停 你就停啊 你有办法 欢迎小总真心话 即使台湾被民党搞得无言张气 然后每天都在骗啊 其实有些地方的首长还是很努力 全球八大新兴的旅游目的地 唯一切平重险的 就是台中市啊 这是一本国际的刊路 叫 booking.com b-o-o-k-i-n-g booking 然后在.com 一点 COM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 那为什么台中会切平重险 全球八个 台湾只有一个 因为他说 因为这地方经营的很 很适合大家去旅游 新兴的旅游景点 他做了很多友善的措施 那台中市长罗秀苑 但昨天他们就去了这个地方 带大家去看 这个地方啊 现在已经变成小希腊 各位知道希腊的星空是很美的 宜光宗说今天的星空很希腊 那希腊是怎么样呢 希腊海水克里特 然后大家看到了 你会想到什么 你会想到 一片白白的房子 或者蓝色的屋顶 蓝色的天空 就觉得很像 其实 其实马祖的北干 秦币香也很像 对不对 那说哇 这是希腊嘛 那秦币我去过几次 一切很漂亮 那还有哪里 各位朋友 就是台中隆景 隆景 隆景就是中二险期 中二险期的一个 那他有个地方叫做沥水里 我们电台这里 有个地方叫沥水街 美丽的沥 大水洪水的水 水池的水 沥水里 那边弄的就是 那当然里面有非常多的巧思跟努力 各位朋友 为什么要特别讲一个地方政府 因为中央政府被他搞了 搞得乱七八糟 他们就平常在乱花钱 来养媒体 养网金 各位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民进党很多东西是在包装的 那包装以后 你可以看到 就很多年轻人就七字落物 哎呀民进党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起 你先不用七字落物 我告诉你 你到较早十四天 是不能有手机的 不能有智慧型手机啊 因为你会在里面拍照 会在里面那部队 那叫招就不像叫招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要没收 你说哎 好惨哦 怎么可以这样 对不起 真的两岸 有些紧张情况下 手机是不通的啊 各位手机是不通的 你知道吗 现在年轻人没有 没有什么事情比手机不通 更令他狼狗 活不下去 对不对 现在真的就是这样啊 有人因为自己的宠物狗死了 就自己也陪着上吊 各位千万不要随便自杀啊 1995 1925一定要打 那我讲这是上个礼拜的事啊 对不对 狗死了好难够 然后在防疫旅馆就自己上吊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人 是二十几岁年轻人 而且很有知名度 那他很难够啊 那他是很难够啊 没错啊 一只狗 很多人喂了狗 我一个朋友 他爱狗死了 他就拜托我另外一个朋友 很会做那种标本 说帮我把爱 爱钱做成标本 死了嘛 你标本当然 做事没问题 我这朋友 一直不愿意帮他做 所以你应该走出这个 狗 一般正常情况下 你养狗 狗一定比你早死嘛 人类活个七八十岁 算很平常的 狗活不到二十岁啊 他一定比你早死啊 不听 非要不可 后来找别人做了 那 当然 这个前辈他也过世了 他是一个很有气节的一个 他过去在美国马里兰大学 教授 他叫邱洪达教授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 这个人是一个 是一个很有品格的人啊 为什么 马里兰在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大学 邱洪达 他没有耳朵旁的邱 洪呢 宝盖洪 到达了达 各位朋友 这个人很了不起 因为他在美国教书 教了这么久 获得这么多人的喜爱 他还是用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了 美国要给他 立卡给你入籍 他通通不要了 了不起 我真的讲 那个年代 各位那个年代 他已经过世了 他可以好好的赔他的国了 但我讲 你要看很多人 要看很多 很多情况 对不对 那个年代 谁不以 拿美国立卡 或进入美国社会 拿到他的身份证为 为荣 却台湾还是一堆种人 所以我讲 你有时候看一个人的品格 就是要这样看 那有时候 小董在讲新闻 我讲的东西都是真的 对不对 我过去讲 馆长是一个 一个台独 馆长 骂我 我怎么会是台独 把小董骂一顿 然后还用他家的狗来比小董 我是懒得生气 因为他肚子本来就没东西 对不对 我跟这种人没什么好计较 但是我讲的时候 我确信小董 那个馆长 自己并不晓得自己是台独 你知道吗 那你现在问馆 馆长你是不是台独 他现在一定会承认 小董因为从很多东西观察 他就是一个台独 他很生气 他很生气 我可以讲我是台独 那现在馆长是不是台独 是啊 是台独 他那时候不晓得 那个就是台独 李登辉当总统没多久 我们就讲李登辉是个台独 李登辉很气 我不是台独 后来有一次他很生气 我已经讲两百多次 我不是台独 你们都不信 李登辉是不是台独 是啊 我们是讲对的 他自己当台独 他不知道 对不对 很多男人自己戴立帽子 戴了很多年 自己不知道 我们旁边的人都知道 跟他讲 跟他暗示 他也不听 对不对 他认为他的帽子是蓝色是黑色的 各位就这样啊 我们旁观者很清楚 所以馆长 现在很气民进党 馆长 说民进党 民进党是一个 假台独 真贪污的台独狗 假台独 真贪污的台独狗 馆长讲的 他馆长 因为他是台独 他不会被关台 他骂了那么多三字经 他骂民党是狗 也不会 不会有事 因为他们 他们是同一国的嘛 对不对 同一国的 就是大家都是台独 都是绿色嘛 这个阵营 所以 蔡英文可以找馆长 到金钟极光日 各位 这厉害了吧 金钟极光日是 国防部正式的一个单位 邀你来就表示 我是很承认你的 然后蔡英文跟他一起入境 蔡英文三金统帅 入境没有问题 可是找馆长是有问题啊 那可是 因为同一国的 民进党做什么 台湾社会都觉得可以啊 所以我们看很多东西 我有时候看得很悲哀啊 因为很多东西 我们会对照啊 我们当我当过兵啊 当兵啊 他会来挑兵 每个人穿一条防腐大雷户 然后在信念中心 来 上级单位来挑兵 一看小总这个人 体型不错 六战队不错 谁怕你啊 陆战队 我海龙挖兵 我都愿意去啊 他就不挑我 我也搞不清楚 然后呢 第一个看什么 看你身上有没有刺精 特种单位不要刺精的人啊 所以馆长不要觉得说 我刺精很骄傲啊 我告诉你 部队是不要你这种人了 我讲真的 部队是 为什么要你穿防腐大内裤 全身光溜溜 看你有没有刺啊 你知道吗 要是看你很没数目 他要看你 有没有刺在 你的防腐大内裤里面 有些人刺在里面 你知道吗 真的 我看过啊 所以我讲哦 在台湾社会 光怪陆离的事情很多 但是你都听小总节目 很多东西你就很清楚了 祝琢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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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